老公 你能听挂发话什么情况啊 老公 来来来 瞧瞧 这副怎么样 这谁啊 林泽徐 林大人呢 咱们要供他干吗呀 我要用林大人 虎门硝烟的丰功伪计 来时刻提醒 用不着吧 再说 人家林大人禁烟 禁的可是鸦片啊 反正都是禁烟 你也算是用心良苦啊 那是 这身上的烟味怎么回事啊 别提了 今天开了一下午会 那个大烟鬼老张坐在我边上 左一根右一根的 左一根右一根的 就坐在我边上了 你瞧放我熏的 哎呀 我熏出味了 还老张熏的 老张有这么大能呢 某些人呢 在家里装模作样的 说要戒烟 一出门就原形毕露 我一个大老爷们 我抽了就是抽了 没抽就是没抽 就算我抽了怎么了 我想抽就抽 我想戒就戒 就你这样的还想戒就戒 你要是能把烟戒了 我把饭给戒了 行 那我不戒了行吗 你干嘛 你抽你抽 你把我死了抽 你抽 你抽 我让你抽 让你抽 让你抽 其实刘海二真的是冤枉王志坚了 王志坚这一次的确一根烟都没有抽 他身上的烟味也的确是同时给熏的 好不容易在戒烟期间抵抗住烟的诱惑 回来得到的却是妻子的怀疑和粗暴的指责 这让王志坚伤透了心 王志坚在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鼓励和信任 行啊 没复兮 我知道戒烟难 你看我爸都戒了四十多年了 他还不没戒掉吗 你都坚持好几天了 很不错啦 老婆 我今天真没抽烟 我也没怪你啊 这不是怪不怪的问题呀 关键是我不能蒙受这种不白之冤呢 那你说 你身上的烟味是怎么来的 我们公司开了一个研讨会 从吃完饭一直开到下班 就那么几个人来回吵 我又不能走 会议室又不透气 这把我熏的 你别说我了 差一点就把我们会议室那个消防警报器给熏响了 我咬着牙扛着呀 再开一会儿啊 我这牙怕是都要咬碎了 那指不定我就得壮烈牺牲了 听你这意思你还挺悲壮的 那可不 我就像那邱绍云 我就像那黄继光 为了戒烟事业 任凭烟雾弥漫 我自窥然 不动吗 什么了吧 我看你啊 就是想多闻几口那二手烟 我现在是有那么一点 看在你今天没抽一手烟的份上 我给你来个全身按摩 真的 好疼 总算没有因为误会而耽误了戒烟这项伟大的事业 原本可能会是一场争吵 现在变成两个人生活调节的一件小事 区别仅仅在于前后的信任不同 夫妻之间 哪怕在最冲动的时候 也要给予对方最基本的信任 但是如果有一方滥用这份信任 那下场肯定会